福大医院今年首次办理银法族垂球课程 希望能够培养长者规律的运动习惯 藉由运动可以放松心情 提升成就感 预防及延缓失能并健康促进 同时可以让长者多走出户外 并建立良好的社交关系 为迎接超高龄化社会 新北移动养的动健康3.0计划 针对银法族群积极部件运动场域 以及注入专业运动指导 福大医院为促进社区长辈 拥有健康的生活品质 今年首次办理银法族垂球课程 盼能培养长者规律的运动习惯 其实我们银法族的健康很重要 因为健康是一切的基礎 你要不健康 那心上说你种子赚走全世界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还要有一个健康 我们还是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垂球运动大家看到 我相信你们为什么今天会来报名 你们就是最聰明的 因为今天这个垂球运动 要用的是手眼跟脑 这个可以怎么样 预防及延缓失能失智 要活就要动 泰山局长郑淑明表示 借由运动可以放松心情 提升成就感 预防及延缓失能并健康促进 同时可以让长者多走出户外 并建立良好社交关系 一定要出来怕大 高朋友运动 所以只有好的运动 才能够促进身体健康 郑淑明区长指出 垂球是个老少嫌疑 温和医学 且需首脑并用 越打越有趣的运动 福大医院办理的 引法族垂球课程 期许长者都能为自己垂出健康的意求 记者吴宇轩泰山采访报道